1997年出生的凯尔·麦肯西莱尔,从去年开始,成为了利沃普的一名门将。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面,他就从英国第五级联赛的预备队球员基神英超,完成了对于青年球员生涯来说,几乎是最大跨度的飞跃。 让凯尔完成这次飞跃的契机,是一场发生在2016年的加勒比域选赛。 那次是他第一次代表归亚内国家队出战,而在这场比赛上,他居然就进了一个球。 守门员国家队守秀就进球,也是留得飞起在随后的比赛中,凯尔就扑出了一个点球。 他亮眼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关注,在随后两年里的其他球队租界,最终正式转回绿乌普。 有趣的是,凯尔在英国出生长大,国籍是英国和亚马加。 他能够代表归亚内国家队出战,还是一位足球经历游戏研究员的功劳。 负责凯尔的球派叫做杰克·索普,他在观看凯尔的比赛的时候,对他两米的身高和出色的表现印象深刻。 回家以后,杰克开始研究凯尔的各种历史,发现凯尔在社交媒体个人页面,自称自己有亚马加和归亚马血统。 杰克免费的察觉到,这可能对于凯尔来说是个机会。 国际足连对于球员国籍的规则相对比较宽松,很多出生在欧洲的移民后裔球员,为了能有上场机会,都会选择为你自己有血统关联的国家效力。 以这种现象最普遍的法国为例,去年世界杯上足足有28名的法国出生长大的球员,代表其他国家出战。 法国的足球体系,让球员的国际化程度很高,假如凯尔真有归亚马血统,那以他的表现,很有可能能够在归亚内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。 恰好结合认识归亚内国家队队长,就给他打了一通电话,后续的发展顺水推舟,凯尔却实有为归亚内国家队注战的资格,而归亚那本身实力不强,很快凯尔就得到了在国际比赛中上场的机会,并用自己的表现,打开了职业生涯未来的大门。 足球经理的研究员骑士工作和球盘差不多,负责深入到各个球队评定球员的表现和将来的潜力,并展化成游戏里的数据。 这套数据系统在球迷和玩家当中有口接杯,甚至得到了很多球队教练组的推崇。 虽然被戏称为XL表模拟器,但是游戏里数据的价值口碑很高,比如曼莲现在的教练索尔斯科亚,就是足球经理系列的忠实粉丝。 他说自己从小就在COMMODORE64上玩足球经理的前身锦标赛经理,并从游戏中学到了发掘培养新人的重要性。 曼莲现任主帅是足球经理铁本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,足球经理,更是给了他们职业生涯突破的机会。 而在百江球队FC大护的主帅就是因为足球经理玩得溜,对球员的看法很有见地,才被球队管理层看中。 那会他其实没有任何管理真正球队的经验,但是最后成绩也还不错。 虽然足球经理在职业足球界已经很有影响力,但是像凯尔这种直接改变球员生涯命运的情况,还是挺罕见的。 研究员杰克也说,自己这么做,其实稍微有一点不合工作伦理,而且他当时也不知道凯尔到底有没有归压那血统。 但是一切实在都太凑巧了,才促成了这一场小小的奇迹。 足球经理发展到今天,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游戏,很多兼职的研究员,甚至正职就是职业球探。 足球经理和职业足球之间,在将来,应该还会擦出更多的火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